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哥德對上薩拉山的一個對決 那眼尖的觀眾已經看得出來 這兩位選手是 Hera對上MBL 這兩位的話算是 世界級的實力前段班的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位置 哥德是MBL 他是在12點多方向 那這一場是一個相對位置 那Hera的話是薩拉山人 他是在6點鐘的方向 那來看一下Hera的地圖 Hera這邊 這邊好像看起來蠻好圍的 但前期不太好防守 前期要守的話要到這裡圍太危險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只會這樣子小圍小圍 稍微圍一下這樣子 然後用TC做個連防 然後這邊稍微圍上來 然後跟果樹模仿一起防守 那左邊這邊的話可以稍微嘗試圍一下 但應該前期是沒什麼機會 我覺得Hera要守應該是比較難守一點 應該都是小圍小守 那金礦的話在裡面是比較好的 那果樹在外面就比較難打一點 那MBL的部分的話 是果樹跟金都是偏外側 而且都是朝Hera這邊的 所以Hera這邊 騷擾的重點應該會在於 金礦的部分 跟果樹蟲 這兩邊會一直 朝這兩個地方打 那還不錯的是 他的小金都是在自家的後面 這雖然有點遠 但是還可以算是看到 金礦在自己的領地範耶 再來看一下這邊 哥德 MBL 現在目前採取一個四目 那兩邊村民術十隻 都沒有斷村喔 這種高端場要斷村 好像也是蠻稀奇的一件事情 再來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選擇怎麼打 好 那這邊Hera確定是打一個三目開局 三目開局的話 通常百分之 八七%以上喔 都是打落馬的 不太會去打其他東西喔 因為這個三目的話 就會比較好打落馬 好這邊 唉唷這個木頭開始補了喔 戰術可能看了一下之後 覺得落馬不太好打 是要來轉兵的一個意思嗎 但是這邊已經 好像點上了雙劍時代 這邊是要打一個二十匹落馬 好像還是可以的喔 好那雙拔木 石木頭 一個標準的黑暗時代配置 好那落馬好像還是要打的樣子 沒意外的話還是會補一個 落馬對 馬舟 那哥德爾這邊是選擇打馬舟 好 那這邊兩邊都選一個比較 穩健穩打的一個開局喔 現在的Meta就是 早點上封建 就不太容易會被打成白癡 因為你到時候上封建 你要打落馬還是要打小弓 或者是要插劍塔防守 都比較好一點 那種二十二匹小弓阿 或者是二十一匹落馬這種東西 就會比較少見一點 因為現在的Meta都是越來越快的 都是十八匹或十九匹落馬 會更順一點 而且防守上會更得心一手 好那這邊 哥德爾來鑽個洞 唉呦 這邊黑拉手術也是很快 來看一下這邊黑拉的防守如何 三隻戳戳 NBLO給黑拉的壓力非常大 那應該要下射箭場了嗎 這邊打算圍起來了 這邊要找時間圍 但應該不太有時間 唉呦這邊居然鑽人進來 有個洞阿 唉呦這邊村民肉馬經濟場 MBLO已經殺到了一村 那裡面的村民沒有打算要放出來嗎 還在一個經濟場的狀態 那這邊 MBLO三隻肉馬兩隻殘血 然後死了兩村 喔算是一個優勢了 射箭場已經放下來了 黑拉這邊還是得要出一些戰矛 或者是小宮 這邊應該是要先出小宮了 因為這邊肉馬量還是有的 雖然這邊肉馬還是可以長去抓 但是長江兵也是走得過來 這邊想要來圍這個地方可以嗎 好像MBLO 是不是沒有室友 喔兵不知道他這邊圍 根本沒有看到他在圍 好 那這邊選擇回來 再看一下這邊有沒有 可以打到一點優勢呢 那目前這種場次 高端場一個 前面領先兩村 差距就會有點明顯了喔 看一下 這邊果樹快吃完了 目前MBLO感覺是在等這個果樹喔 有沒有故意停在這邊 只要一有機會 這邊就可以衝進去打看了 但是這兩邊應該是 打算沒有要出太多兵 應該就是瞎找小鬧 那我準備要上來城堡時代了 呃 黑拉這邊也不甘失落 趕快拉三隻肉馬 要到MBLO家做一個騷囉 稍微加速一下 好這邊有長槍兵 所以這邊斗力應該是戳不到 但是也可以做到一個 不錯的嚇阻效果 這邊稍微捅到了一下 有點殘血 那家裡這邊果樹吃完了 但是長槍兵走了出來 而且工兵也在這附近 而且都是殘血的肉馬 所以這邊應該是 打不到害到什麼東西了 來MBLO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戰矛跟長槍兵 那我覺得哥德爾這邊會比較難打一點 哥德爾算是現在比較劣勢一點的一個文明 但是由於操作者不同 我們不能只單看文明 還要看操作者的一個選擇跟決策 看一下這邊 這邊解掉了兩隻斗力之貨 然後黑拉想要上雙射箭長 應該是要打小弓 這邊很多的戰矛 跟肉馬想要在這邊打一下 等家裡已經有村民被殺了 哇三隻村民直接被射死 哇這四隻小弓賺到很多東西啊 那這邊目前是黑拉村民裡先 殺了這三村 村民樹感覺有稍微被打回來一點 那家裡的話 要有兩邊應該是多 趕快出騎兵喔 那MBL選擇是下TC 沒有先選擇爆兵 那戰矛走了過來 那這邊有奴兵跟騎士要來守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操作 騎士走了過來 長香兵趕快過來戳一下 OK 戰矛再繼續點村民 那這邊有一個村民打架 然後小弓再射 小弓過來點藥長香兵 那就可以輕鬆擠到這些戰矛跟肉麻了 好但是 這邊戰矛數量一點多 而且已經升級好了 兩隻騎兵 能不能 戳掉呢 但是 弓兵直接A了過來 戰矛兵也在一直點 長槍兵能戳到一隻騎士嗎 可以戳掉了 好再來戳一下 這隻騎士也殘血了 好那這邊 黑仔順利的把家裡的 戰線可以維持住了 就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了 那這邊薩拉森 要特別講一下薩拉森 薩拉森這邊 奴兵 打建築物是有加成的 他想要打一個 防止書記進去是很簡單的 因為他的 攻兵對建築物攻擊力加2 超級好用的 但是唯一的確定就是 他薩拉森是唯一一個 幾乎沒有經濟加成的一個文明 他的加成頂多就只是 貿易這個5% 然後再加上這個 4級木材減費用100 這兩個經濟效益的東西 其他都是比較 硬貨的東西 什麼阿拉伯奴隸兵 然後血量增加 落車的血量 然後巨型投資機 跟青頭的攻擊力加15% 好這種東西 都是比較偏軍事的 所以薩拉森的一個營運 對黑大來說是一個重點 因為如果 其實配不太好的話 很容易會被打出經濟差距 很容易就會有個問題在囉 相對的 哥德來說也算是這樣子 哥德的話 他也沒有太多的一個 經濟加成 他只有在帝王時代中 人口會加10 就是210人口 然後但是他對經濟來說 也沒有特別的優勢 只有打野豬的時候 跟打鹿 肉類加15 算是一個打獵吃肉 會比人家上的封建時代 打棒棒的話 會稍微稍微有一點點優勢的一個文明 這邊就會沒有圍起來 他還是要用提起來做防守而已 好進收村 射一下 好那這邊戰王走過來 但是有兩隻騎士 但強勢應該是沒問題 只要他趕過來的話 這邊就說穿騎士還是會被射死 那這邊薩拉森 黑拉打算要退嗎 還是要打一個聚兵 打一個超級正面呢 下面這邊又分了一隊走出來 這邊看一下是要下BK跟秋道院 做一個前壓的一個動作了 那家裡的話 目前沒有補下TC 黑拉這邊是單TC 打MBL3TC 好那這邊直接走過來 想要砍老頭 砍死了一隻老頭 然後這邊叨叨一隻騎士 那目前黑拉的騎士全部都沒有了 那剩下 哥德這邊 MBL只剩戰盲跟騎士 那家裡 經濟算是蠻好的 村民宿已經遙遙理先13村了 喔是屍村 好這邊果然是下一個BK 那看要不要來點這個村民 但應該點不太掉 而且是高地喔 戰盲本來就沒什麼 打村民的一個能力了 要不要來招這個村民 但是應該會先你首先招騎士喔 但是可能會被點掉 因為這個奴兵已經在秀 好這個應該是沒救了 太近了 好沒有招到村民 讓黑拉這邊 攻城機招數 順利開了起來 那黑拉這邊 要 可能要跟史金賽跑了 因為他是單TC的話 雖然經濟 軍事會非常強 經濟會很爛 軍事會非常猛 但是 相對的 他單TC 然後殺人生 又沒有太多額外的經濟加成 那這邊出兵會受到蠻多的限制 而且這邊 最危險是 哥德開出了 4TC 準備挖石頭來防守 如果讓哥德農起來 那個哥德會對 大家應該也是 熟能想的吧 三色布丁 但我看打薩爾算不用三色布丁喔 直接 建勇加哥德會對 就差不多了 可能錯錯也不用出了 來看一下 這邊戰盲 守一下 幾隻戰盲就把黑拉這邊打退 黑拉應該是想要再打一個正面了 看這邊MBL有點小偷喔 居然把BK蓋在這個地方 很正面的一個位置 就是要想要來跟黑拉做一個 頭死車交換的一個想法囉 完全沒有要失常 就是要秀那種操作 一出來就把你頭爆的那種 然後黑拉這邊下了馬丘 看是要打駱駝跟騎士都可以選擇 這邊村民殺到兩村 再設置一隻騎士 這邊哥德 好像準備要來爆兵了嗎 應該還是沒有 4TC的話 短期之內是不會爆太多兵了 這邊所有的肉應該都是會 繳給TC做使用 去做一個 產村民的動作 不太會拿來爆太多兵 唉唷 這個頭子是換的好 居然換了一台 這個頭子趕快跑 OK沒有來到 那這個頭子車會來投嗎 應該也沒必要 OK應該是被射掉了 哇那這個BK真的蓋得太前面 實在是有點太貪心喔 真的太偷了 原來BK來說 正常來說放在後面還是比較好一點 雖然來的距離有點遠 但至少他是安全的 不會像這種情況 很容易被頭子車高低打滴滴 然後一出來就被投爆 雖然他這個優勢也是可以 一出來秀個操作 直接換掉一台 但要怎麼守住這個BK也是個問題 因為畢竟自己是4TC開局 沒有辦法有太多兵力 也可以來做防守 好那這邊大學哥德已經下了 這邊下哥德是要上帝王了 欸對上帝王了 哇 哥德這邊帝王實在上的特別快 三十二分4TC 而且還被潛壓的狀況下 好那這邊薩拉森要做什麼 一個對應隊呢 哇這邊石頭挖的蠻多的 把石頭挖好 守住這塊大金 有這個城堡帶的話 這個金應該就是安全了 那這個TC應該是守不住 三頭石車拆的速度太快了 好可以啦 持續 給MBL 很多的壓力 這邊騎士有點多 看要不要上城堡 還是轉一些重裝長江兵 出來守下來比較 這邊已經圍差不多了 右側也算是守得不錯 好看一下 黑拉家裡 黑拉家目前還是單TC 哇 這個是一個單TC強軍士 就是硬要打到底的一個意思了 但是他到現在 還沒有打出一個很好的破口 只差一個TC 經濟上 也沒燒到太多村民 那這邊黑拉的話 可能會很危險喔 雖然兵很多 但是一直沒辦法找到一個 很有效的一個打擊喔 好那這邊 要打哥德護衛隊了 這邊在屯了 然後二級防已經安裝好了 一級防而已 二級防還沒有 這邊要選擇先點了彈道學 想要來插劍塔防守 這邊騎士很多 會不會直接硬衝光呢 但是這邊哥德已經升上了兩攻 遠防 所以這邊城堡速的很痛喔 這個劍塔也是 用劍塔來防守TC 這個想法也算是蠻少見的 好那這邊 黑拉看到 MBL喔 已經上帝王時代 趕快要打一個ALL IN了 遠遠在時間都塗下去 帝王的優勢會越越大 所以再不打兇點 就算這邊兵送光也沒關係 但是就是要打 這波一定是得打 OK這個投資車拆掉一台 完美 然後投資車拆掉 會不會再續更多的各種護衛隊呢 投資車怎麼出來 哇沒有投到就是爆啦 剛好出來實際不太好 這邊趕快 要不要再縮村 哇但是TC已經住滿人了 不收租客了趕快跑 哎呀好多人 但是這裡還有很多的村民 但是這邊騎士 防禦是兩房 還是被射得很痛 剩下一台投資車 終於點掉了 那TC剩下528滴 OK啊這邊已經開出了第二個TC了 目前是2TC打3TC的一個局面 村民術目前還是MBL領先35村民 後面還有一堆騎士 想要來偷一下村民 但是這邊戰亡應該不能再過去了 因為他也知道這邊是騎士 那要看一下要不要轉一些戳戳 還是直接轉健勇呢 這邊下防守 哇 這邊MBL打一個全存防禦的一個想法 就是一個先濃到140吋 然後爆出用噴警 然後爆出一些步兵 劍勇啊各的護衛隊 戳戳都可以 就是我們俗稱的3-4的布丁 所以這邊TC沒有爆的關係 造成MBL這邊精 兩邊三方都很安全 這裡的精也鎖住 這裡精也被防禦住 而且這邊TC 精礦還在繼續挖 這樣子的話就萬物一絲了 那MBL 經濟上應該是會慢慢越來越好 分數可能要開始反超了 雖然黑拉現在目前領先 但是現在黑拉一個城堡打地王的一個局面 這邊騎士想要過來雙線騷擾 但是被收村全部收掉 喔這個頭車出來砸了一下 喔再砸一下還是沒找到 因為太近了 沒辦法這個還是得送掉 只砸了一下就沒了 這邊還在繼續農 完全就是我家給你光沒關係 但是我就是要農 喔但是MBL囉 分數已經反超了 經濟應該是非常非常好 欸但是黑拉這邊的經濟 居然分數是比較高的 蠻意外的 村民宿MBL比較多 但是經濟上卻輸 有點不太懂這個經濟的分數 不知道到底是怎麼算的了 每次看都好像結果不太一樣 來看一下 這邊哥的要補出很多哥的護衛隊的話 農田是必須的 那農田的話可能要趕快守住 因為一直戳戳的情況下 很難一直採到食物 這邊點下了一弓 重點要點下戳戳了 因為騎士真的太大量了 好均勻先補一下 黃金真的很多 黃金都守太安全了 只能挖黃金 這邊哥的護衛隊走了出去 去尻了 黑拉的村民 尻了幾隻 哇 這邊一個BD 不錯 直接去BD的黑拉的村民 好像沒有發現 好像在打這邊 哇這個投死車 居然投到了一排奴賓 這個星星投死車立大功了 把大概投掉六隻的奴賓 哇這哥的護衛隊居然殺了這麼多村喔 黑拉好像沒有發現到 好那這邊後面騎士 還在後面繞 這邊村民想要來蓋TC 但是被抓到應該是蓋不起來 唉唷 直接吧 唉唷直接拆TC 哇 MBL直接少 一個TC的價格 275木頭 100石頭 就這樣沒了 這邊遠頭開始丟 偷偷過來想要來守一下 但是還沒有升級長槍兵 這個斗力可能是 守不太住這個遠頭 這個投死車又找到了一下 好舒服 哇 又倒了 這個奴賓 看起來是沒救 好 MBL的村民 來到了 117隻 蛋黑拉 村民樹也在想要直起直追 村民樹霸了四隻 剛剛被殺了十隻 村民主我又有了 所以村民樹只有稍微拉起來一點 還是魷魚 MBL 哥德爾這邊 還有帝王時代優勢 遠頭趕快照出來 太座拆 房子的一個 公式囉 這邊騎士可能要再來拆這個遠頭 這邊可能要再爆一堆長槍兵怪手 比較好 來看一下家裡 家裡的視野看起來 這邊還是沒視野 還是蠻危險的 但沒有辦法 現在出去蓋房子都蓋圍牆 需要控制力之外 也不一定蓋得起來 反正這邊還是會選擇一個爆兵防守 那MBL這邊 到了123村才能向首推車 但是沒辦法 因為前面為了不斷村 所以肉一直沒辦法 囤積太多 這邊果然被解掉了 這個騎士過來 可以來解的還是蠻好的 好 聖女子這邊招了一隻 喔兩隻哥的護衛隊 哇家裡一直在BBQ啊 這邊哥德點下了金罐 金罐是噴緊喔 哥德 他就可以再均勻產生速度100%了 而且大撮撮也升級了 準備要升好了 看這邊疾兵要升滿 直接戳黑拉的一個奇兵了 這邊噴緊要是噴起來 莎拉森要怎麼守呢 打一個強奴嗎 強奴的話 預備哥德護衛隊 所以 打岸 打奇兵的話 戳戳又很划算 哇你看這個大戳戳 哇戳得很划算 直接戳掉了很多嘛 好那所以這邊下了二級防 有看來被這個奴兵射了幾下 發現奴兵 這個擊兵血量扣太快 趕快下了二級防 所以有時候玩家們在打 比賽的時候 或是玩家在互打的時候 你看到自己的兵損血太快的時候 你就要記得 你應該就是忘記去升攻防了 因為我自己也會喔 結果看到 欸怎麼那麼痛 才會想到啊我沒有升啊 其實高端場的玩家們 偶爾也會發生這種事情 好 黑拉這邊 村民術已經開始要追上了 MBL 說明術差距只殺23隻 那看一下戈德要不要出一點火槍 還是要直接爆戈德護衛隊三色布丁就好了 這是一個戈德要選擇的一個問題 有一些戈德會打火槍 然後用戳戳的一個打法 但是就會對奴兵比較難打一點 而且沙拉森這邊的話 那算是一半攻兵文明 攻弱文明 所以應該 不太會想要去出火槍喔 因為這種陣型的話 只要出戳戳跟 哥德護衛隊 還有劍勇 這三種種類 就是三種布丁 三色布丁出完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已經點下了五分 五政府狀態 五政府狀態的話 可以在軍營產生中 哥德護衛隊 那這邊 銀罐點好之後 馬上補下了三個軍營 現在要來做一個爆兵 這一個強法 但是被抓了有點慘啊 哎呀 沙拉這邊 抓的時間陣是很好喔 沙拉身上了帝王時代 終於上了帝王時代 終於不用城堡打帝王了 那這邊肉一直想要去打 這個應該是蓋不起來了吧 這個騎士直接無視劍塔 跟T4的射擊喔 一直在做輸出 後面這個田還是有在灑 所以那邊沒關係 這邊雖然收村沒有落在產田 但還可以 後面只要有田就沒問題喔 哇這田量其實蠻多的 43片田 但還不夠喔 對哥德護衛隊的需求來說 最好是要到70片田或60片田 是第一標 40片田還沒辦法爆得很開心 只能爆個一時一時一下的喔 這邊決定要爆出來了 OK直接12隻 但是已經轉出了強奴 但是三級攻還沒有好 化學還沒有好 現在是6加2 打哥德護衛隊還是ED的一個狀態 來看一下這邊 奴兵來修這個操作 上面有一堆騎士在擋 但擋不太住 哥德護衛隊的攻擊力太高了 奴兵射哥德護衛隊 每一下都只有ED 怎麼打 卡吉壓了出去 哇真的是 點掉了幾兵就走了 不想打了 因為黑拉也知道 這個再試下去沒有結果的 因為他的防禦是10阿 就算點下了化學 奴兵打哥德護衛隊 永遠都是ED 好那剛剛就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打薩拉聖的話 這個局面不太需要出到火槍兵 只需要哥德護衛隊加出錯就行了 說錯哪裡錯奇兵跟洛馬還有 然後駱駝就可以了 但這邊不太可能出到駱駝 那哥德護衛隊只要一直出 大概一半一半的數量 基本上就可以穩穩的推過去了 那哥德護衛隊一直在A 哇這邊點掉滿多幾兵 但是問題不大 因為哥德的步兵非常非常便宜 是這個遊戲裡面最便宜的步兵單位的費用 那兌用實在的話 哥德人是-35% 超級便宜 你出一隻哥德護衛隊 黃金還不用20塊 好 那 家裡的建築物也拆的差不多了 這邊兩隻肉馬想要來解這個 遠頭 但解不掉 但是家裡已經被哥德護衛隊開始衝了 怎麼辦 現在出 肉馬的話 也擋不太住 出奇兵也會被戳爆 蓋城堡 哥德護衛隊也不怕 很難受 但是城堡的話 稍微高一點 打這個哥德護衛隊還是有點傷害的 因為畢竟是有11加4的攻擊 打哥德護衛隊還有5滴 而且他箭矢駐打的話 射的箭矢越多 哥德護衛隊也更難扛 對 在這個數量起來之前 應該是不會直接衝這個城堡 這邊應該是一個集結出現的問題 所以才一直硬打 但好像也不是喔 這邊確定是要爆到比 所以才這樣打的 哇喔 我覺得打這個地方 不太明智 因為這邊沒有什麼重點 要打黃金什麼的 都不太需要 去打這個點 去打其他點蠻舒服的 但是這邊 黑拉已經受不了了 打出了GG 但是這邊 搶成 搶金荒獎的蠻好的 但是黑拉的應對也很好 馬上下一個城堡 這沒有辦法 畢竟哥德護衛隊這邊 噴緊噴成功了 直接 抱了一堆哥德護衛隊 並打這個地區 這個地區守不下來 好像確實也沒救了 因為這邊是 黑拉的一個出兵點 而且這邊 最扯的是 MBL 哥德護衛隊 還沒有上四攻 雖然有上金瑞 沒有上三攻 還在研發而已 薩拉森打這個組合 確實是很難打喔 再看一下兩邊的統計 擊殺單位 MBL這邊比較高一點 雖然前期一直被壓著打 但後期完美的打了一個 哥德爾噴緊的一個效果 暴兵速度超級快 好 那實物也是MBL的一個獲勝 神時代的話 MBL是19分 升城爆 帝王35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